《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世界基督宗教百科全书》的调查 那么到2003年为止 全世界的人口是60.76亿 那么在60.76亿人里边 有20.78亿人是信仰基督教的 其中主要的当然集中在西欧和北美 那么在现在最发达的这些资本地区国家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西欧的那些国家 那么在这些国家里面 那么信仰基督教的人仍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这个北美基督徒占人口总数 大概是81.7% 而西欧呢 基督徒占人口的总数大概是76.7% 也就是说无论是北美还是西欧 也就是大家知道 那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他们的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总数 仍然是达到四分之三 甚至五分之四以上 所以从这些现象大家可以知道 今天虽然我们可以 一个方面我们知道西方的科学技术 是迅猛的发展 是远远的领先于我们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绝不知道 在西方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背后 实际上呢 基督教对于西方人们的影响 仍然是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 仍然是更生低骨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 毫不夸张地把西方文化 称之为叫基督教文化 比如说 像美国当今的这个总统小布什 小布什本人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那么同样呢 在美国无论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个奥巴马也好 还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麦凯恩也好 那么大家都是基督徒 也就是说在美国 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不信仰基督教 如果你不信仰上帝 那么我想你要想参与政治生活 要想竞选总统 可能是没有几个选民会投你的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西方美国 西欧这些国家 那么基督教在人民心中 仍然是具有非常非常崇高的地位 而且了 基督教文化 可以说仍然是西方文化的最主要的特色 那么从这个问题来 我想到我们这一文课了 就是给大家介绍整个基督教的来龙去脉 以及它的发展过程 以及它与西方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我想这算是一段坑上埋 然后我们由这个地方 我们来切入到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这一门课程 我今天首先给大家讲这个第一讲 首先讲讲这个基督教的起源的问题 也就是基督教的这个文化渊源 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早期发展 也就是我们首先介绍基督教是怎么产生的 早期是怎么样 在罗马帝国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那么在第一讲里面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小问题 我们就设计探探基督教 它这个早期的一个文化根源 在学术界 谈到基督教的起源的时候 大凡大家都知道 一般我们都会讲到基督教的两西传统 两西 这是用我们中文 中文的这个概念 两西呢 一个是指希伯来 一个是指希腊 都是西 都是用中文表示 都是西 所以把它叫两西文化 那么基督教呢 要是从根源上来看 既跟希伯来文化有着千世万里的联系 也跟希腊文化有着千世万里的联系 那么可以说基督教最初的发展呢 是和这两西文化之间的联系 可以说是非常紧密的 至于当然哪一个西 或者说到底是希伯来还是希腊 对这个基督教文化影响更大 这个当然可能是见仁见智的 那么我们待会儿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以后 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希伯来和希腊文化 到底哪一个对基督教 做了更重要的一些贡献 那么我想我首先来讲 第一个小问题了 就是基督教与希伯来文化 希伯来文化 那么要说希伯来这个概念了 什么叫希伯来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希伯来文化 主要就是讲这个 希 犹太 以色列 他的早期文化 而这个文化最主要的一个代表 就是犹太教 所以我们讲希伯来文化 主要就是讲犹太教 讲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 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基督教最初啊 是从犹太教里边脱印而出来 那么在犹太教 那么在犹太教里边呢 这个最初啊 犹太这个民族 从公元前14世纪的时候 越过了右法拉底河 来到了今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这个国家这个地方 也就是来到了今天的 我们说这个 以色列和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定居以后呢 那么由于这个以色列和古代犹太人 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 把犹太 以色列 希伯来 这三个概念可以啊 基本上可以同日而语 那么古代的这些 这些犹太人呢 由于是越过了这个右法拉底河 来到了今天西亚的这一块 就是今天我们叫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的这个地方 古代的这个地方叫加兰 叫加兰底 那么所以呢 他们由于从河那边过来的 因此就被当时啊 居住在加兰底的一些土居 就把他们称为从河那边过来的人 因为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古代的以色列人是游武民族 所以他们从河那边过来以后呢 就被当地人称为叫 从河那边来的 那么从河那边来的呢 在古代的希伯来语里面 发音呢 就发成希伯来 所以希伯来这个词的含义呢 它的意义呢 就是指从河那边过来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呢 这一批啊 游牧的希伯来人 越过了右法拉底河 来到了加兰地开始定居 这是在公元前14世纪啊 这个时候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很快啊 它就陷入到其他周围的一些 强大民族的如意之下 那么大家如果要是对地图啊 稍微稍微 世界地理要是有所了解的话 就知道以色列所处的这个地方 是在西亚 而这个西亚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啊 是一个是非之地 它是濒临着地中海 在地中海的东岸 那么在这个以色列 或者说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这个 它这块地方的四边 除了西边是地中海以外 其他的三边呢 可以说都是大国的地 在它的南边 有强大的埃及 在它的东边 有两河流域的一些大国 前后包括像这个亚述啊 像这个巴比伦 巴勒斯坦 以及后来的波斯啊 等等都是来自东方的 那么在它的北方和西北方 有着强大的希腊 以及后来后来 后来崛起 后来沮丧的罗马 所以正是由于以色列 古代的这个犹太人 或者古代的以色列人 西班牙人 所生活的这个地方 是处在大国邻里的 一个交汇点上 所以他们自从来到 加兰地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过上 几天独立的意思 公元强14世纪 以色列人来到了 巴勒斯坦 加兰地 那么很快从13世纪 公元强13世纪 一末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人 这个埃及人 就征服了巴勒斯坦 征服了以色列 所以从那以后 就把以色列人 作为奴隶 就掠到了埃及 这就是著名的 在以色列人 后来产生一个宗教 就是犹太教 犹太教第二篇 《出埃及记》里面 记得了一段故事 那么犹太人 征服了以色列以后 把大量的以色列人 作为奴隶 掠到了埃及 去做苦役 那么不久以后 在这些被掠的犹太人 或者以色列人民中间 就出现了一个英雄 或者一个先知 这个先知叫摩西 那么这位摩西 就带领着 在埃及做苦役 被奴役的 这样一些犹太人 逃出了埃及 那么逃出埃及的过程中 按照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 还有一些奇迹 因为当时 犹太人在 摩西的领导之下 逃出埃及的过程中 后面有埃及的追兵 在追赶他们 前面又有红海 这个阻拦 那么这个时候 由于这个 犹太教相信 上帝耶和华 保佑他们 那么 把这个红海 打开了一条通道 那么使犹太人 越过这个红海的通道 然后等他们走过以后 这个红海又合在一块了 所以后来的埃及 就追不上 那么这就是圣经的 出埃及记 里边记载的一段故事 那么当 摩西带领着犹太人 逃出埃及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犹太人可以说 是刚刚开始 就是说 也就是公元前 十二世纪 逃出埃及以后 犹太人还处在一个 比较松散的状况中 那么 摩西就带领犹太人 回到家园 重建家园 那么在这个途中 他路过一座山 叫西乃山 那摩西呢 当时就代表 全体犹太人 与他们所信仰的 那个唯一的真神 就是上帝 之间就签订了一个约 订了一个约 这个约就是著名的旧约 这个约是针对于后来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与上帝重新订的那个约 叫新约而言 所以前面一个约 就叫旧约 那么这个旧约呢 当时呢 就是犹太人 我们刚刚说了 犹太民族呢 他们信仰一个神 而且呢 在当时周边的所有其他民族中间 唯独只有犹太民族 是相信一个神 一神人的 其他的民族呢 都是相信多神的 相信很多神 比如说 像希腊的人民 希腊人是相信这个多神教的 包括像什么 宙斯啊 阿波罗 博塞东啊 阿波罗的特 雅典娜 等等这样一些神 罗马人呢 也是受希腊的影响 也是信仰多神的 同样呢 我们是两河流域 以及埃及 这些地方的人民 信仰的也都是多神 但是唯独犹太民族呢 是最早信仰一神 那么这个一神呢 这一位神 就是他们的上帝了 由于犹太人对上帝啊 是非常毕恭毕敬 非常恭敬 因此他们不敢直呼上帝的名词 在古代的希伯来文 你们呢 在记载上帝的时候呢 为了表示尊重呢 也只记福音不记原因 因此呢 这个上帝到底怎么称呼 他的名字到底怎么念 到了今天可以说 成为一个比较悬疑的问题 因为只记福音呢 这个上帝啊 最后记出来是四个字母 就是用英语的字母 大写的四个字母 那么第一个是J 第二个是H 第三个是W 第四个是H 那么这样一个没有原因 只有福音的这四个字母 到底怎么发音呢 那么当后人根据很多很多文献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根据 认为古代的犹太人 对他们所信仰的这个唯一真神 发音呢 发出的音是叫亚和威 但是呢 到了希腊人里边呢 后来基督教摆脱犹太教以后啊 从犹太教脱颖而出 开始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的时候呢 希腊人里边 对这个音的发音呢 就不同于希伯来 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语言 那么希腊人对这个JHWH 发音发出来就是耶和华 因此大家知道基督教的上帝啊 通过希腊罗马世界以后 发展下来以后 被西欧的很多各个民族所接受 那么后来大家就知道 这个基督教的最高的那个神 也就是基督教唯一的真神 那就是叫亚和威 叫耶和华 但是犹太人 希伯来人当时呢 可能把他们发音为亚和卫 那么我们还回到刚才说的 就是摩西带领逃出埃及的犹太人 在回归家园的时候啊 路过希腊山 那么在希腊山上 摩西代表全体犹太人民 与上帝定了一个约 那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摩西承诺 我们全体犹太人将世世代代 只信仰 只崇拜唯一的真神亚和卫 而且呢摩西承诺 定下了十条戒命 就是十条戒律 这十条戒命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 最基本的宗教信条 和最基本的法律规范 这十条戒命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条就是当信仰唯一的真神 亚和威 而不许这个弃养别的 当然这个亚和威 什么能念出来 信仰唯一的上帝 而不再崇拜别的偶像 不再崇拜别的神 第二点呢 就是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 因为古代的犹太人在信仰 唯一真神亚和威 以前可能也是这个偶像崇拜者 也是这个图腾崇拜者 信仰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自然现象 包括这个刘马 这样的一些自然崇拜者 所以呢就是说第二条呢 就是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 第三条呢 就是不许妄成上帝的名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上帝的名不可以随便叫 所以只能把它叫上帝 但是它叫什么 不能发音的 而且呢 只计五音不计原因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它怎么称呼 所以因为在犹太人看来 这是一个忌讳的东西 上帝的名是不可妄称的 不可随便称呼的 这叫不可妄称上帝 第四条呢 就是当守安息日 因为按照犹太教的经典 也就是后来被并无基督教的 那个旧约 旧约原来是犹太教的经典 那么按照这个 有的要经典记载第一篇 创世纪里面记载了 上帝在六天之间 开天批地 创造万事万物 最后创造人 那么第七天 上帝休息了 所以大家也就都休息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第七天 也就是说星期日 是必须要遵守的 在星期日 也就叫安息日 在这一天里面 什么事情都不能干 因为上帝休息了 我们也要休息 这是第四条 第五条呢 就是 当孝军父母 第六条 就是不可杀人 第七条 不可奸淫 第八条 不可偷盗 第九条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条 不可贪恋 别人的妻子和财物 所以我们大家看看 这十条戒律 基本上就是 我们可以说是最简单 最基本的一些 宗教信条 和法律规法 这十条戒律 就是构成了 著名的墨西世界 那墨西呢 就代表 犹豫人民 表示我们信仰 唯一的真神 而且呢 我们要遵守 这十条戒命 这是墨西的承诺 同样呢 作为回应 按照犹太教的观点 那么上帝承诺 墨西 他将 在所有的人民中 只保佑 犹太人 而别的民族 都是要被他 最后要抛弃的 也就是说 在万民之中 在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之中 只有犹太人 将成为上帝的选民 而其他的民族呢 都可能会 都会成为上帝的器皿 都会被抛弃 大家注意 以后我们讲了基督教 我们就发现 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 在这个民族主义的 这个概念上 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犹太教是具有很明显的 狭盖的民族主义的观点 而基督教呢 它是具有一种普世主义 它是超越民族的